男人 男母羊 我已经开始有点凌乱了 稍等 骚当 弟弟 矮矮 美丽 未来 汤勺 汤 喝我 语行 鱼泪汗 这语行确实驴多汗泪 维木 胃 摸我 你们觉得我这个粤语还能学好吗 小姐姐学广东话法音潮盆笑 教你这三词直接变霸众 语气词到底有多重要 现在大家大多都是线上聊天嘛 用好语气色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我本人就很喜欢用哈这个字 特别是当我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的时候 如果我只是说这是我的修改意见 就听上去很强势 有点命令的口吻 但如果我加一个哈字 这是我的修改意见 哈 立马就委婉客气了很多 听的人也比较好接受 不然在我拒绝别人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在后面加一个呜呜呜 这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茶 但是真的很管用 比方说有甲方爸爸问我 请问六月份还有档期吗 如果说我只回一个没有了 这是冷冰冰啊 对方心里想说 这是什么啊 再我们加一个呜呜呜呜 我们来听一下效果 请问六月份还有档期吗 没有了呜呜呜呜呜 传递出来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档期了我也很无奈啊 因为在广东生活的山东小姐姐 时常在抖音上分享各种说话的艺术 作为一个生活在广东的北方人 我越来越觉得广东话是一门贼霸气的语言 你比方说啊 当你向朋友们介绍 这位呢是我的男朋友 This is my boyfriend 广东话怎么说 广东话说 我都宰 我都宰 看你听听你听听啊 把男人称作宰 而且呢用了调这么一个量词 得意当中又透露着那么意思的不 是啊 瞬间霸道女总裁上升了有没有 他就像说你下班了 男朋友说 我开车去接你啊 体贴是有了 但是霸气不足 那广东话怎么说 广东话说 我签你 啊 千里情缘 一车签 社会我大哥 人狠话不多 我签你 我签你 再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八卦 很爱打听闲事 对不对 普通话是 这关你什么事 啊 广东话呢 关你 Messie 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鼻孔用力啊 鼻孔出气 Messie 啊 这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出来了 哎 不过这位小姐姐在学广东话的过程中 从教材里也有了惊人发现 男人 男母羊 我已经开始有点凌乱了 稍等 骚当 赞赏 赞祥 汤勺 汤 喝我 拖运 拖碗 拖怨 拖碗 旅行 鱼泪汗 这旅行确实鱼多汗泪 为目 为 摸我 弟弟 呆呆 呆呆 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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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 没来 知鹿鹿 沙卜拉卜拉卜 好 收 再来看一下四个字 敬惠大学 智慧大学 智慧大学 咱看不懂 但是咱大手这边 你们觉得我 这部粤语还蛮学好吗 你 好 好 好 i know you